上回說到那個王太和聽到跟他看相的老道士說,說他明宗主政今後一年不如一年,以後要黑食,要餓死街頭。 王太和沒有心機回到鄉下,心想著自己黑食,要餓死,算了算了,不要拖累未婚妻了,就去找那個韓元外要求退婚。 誰知那個韓元外說,韓姑娘呢,因為這幾年,整天掛著王太和,哭得多雙眼瞎了。 王太和一聽,哎呀,我不知道姑娘瞎了眼,如果知道,我就不會來退婚的了。 不過,岳父大人,你要成全啊,我才行啊,我沒有那麼多銀兩來辦喜事的,一切慷慷健健就行了。 哈哈哈哈哈哈,你找一張橋來接人就行了。 王太和離開外府家,一路走一路想,哎呀,真是上天注定,不止一家人,就不進一家的門。 我住定要黑食,那就娶老婆,就很盲的。 好啦,我在前面走一路,要一個盲婆,是兩共婆去客體啦。 王太和呢,就找一個吉日,真是抬了頂花轎,去將韓姑娘接回那間爛屋那裡。 王太和呢,現在手頭還有幾十兩銀的。 那麽就勉強還捱得住。 那韓元愛呢,亦她打算過一段時候呢,就拿二百兩銀來,給那個窮女洗。 過了半個月了。 二晚,王太和心中煩悶就睡不著。 想到自己命水不好,老婆又是殘廢的,以後日子怎麼過呢? 想想想,蒙蒙隆隆就睡著了。 突然看到一塊火球,在地上滾來滾去,滾滾滾一滾就滾到長角落頭那裡。 王太和以為是火粥,大吃東西敬喊著聲,火粥呀!火粥呀! 她老婆就嚇醒了。 那麽韓姑娘是盲的嘛。 摸起來,啊!火粥呀!火粥呀! 王太和便醒了。 嚇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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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裏是火粥呀? 王太和便醒了。 王太和便醒了剛才看到火球的事說出來。 她老婆便醒了。 噢,那麽可能地上有金銀也不頂。 第二天,王太和便醒了。 王太和便醒了把瓢頭來挖著長角。 挖了兩尺多深呀。 噹的尺,瓢頭打了轉頭。 咦,有硬在裏面。 再滾下去。 噢,裏面有一塊大石板。 王太和便醒了一塊石板。 哎呀!裏面是黃金、白銀來的。 拿出來一看,一百兩重一個的大金元寶。 二百兩重的銀元寶。 數呀數呀,一共有六百個金元寶。 四百個銀元寶。 嘩,一共一千個元寶。 哎呀!這回,窮光蛋一夜之間便形發了不清不楚的大富翁。 那筆金元寶。 至少值三幾百萬兩銀。 馬上就買田、買地、開銀店、建造大屋。 每個人都叫做黃百萬。 就不知道他這幾百萬身家,是在地上挖回來的。 還以為他在外面發了財回來的。 那麼黃太和又有這麼大的身家? 那不就說一生一世受用不盡。 幾代人都花不完。 那黃太和便想起,從江府和他看上了老道士。 一年不如一年,一日不如一日,要餓死街頭。 哎呀,嚇到我要退婚。 幾個月連飯都吃不下。 睡覺就沒有那晚睡得好。 今天看來分明是那個道士。 謠言惑眾信口開河,真是害人不淺, 豈有此理。 從此呢,黃太和便爭死了和尚和道士。 對窮人呢,他十分善心。 時常去收濟人家。 這對和尚道士一見就反倒。 今天,為何又要找和尚來,還要詩寫一萬兩銀呢? 原來呢,他看見牆上寫了幾項字。 西宮寫了兩首詩。 第一首。 本當一世窮,不然變富翁。 若悲心地好,依舊富穿隆。 黃太和一看。 欸? 什麼道士說我一世窮, 連這個和尚都知道的呢? 再看第二首。 劍轉夜難眠,火球藏賤燕,石板藏黃白,四六共一千。 黃太和一想,哎呀, 連我那晚見過火球, 在地上挖到四百個金元寶,六百個銀元寶, 加上一千個,他都知道的。 這個和尚不是凡人,是神仙來的。 所以黃太和就吩咐管家, 去追回和尚回來,還願意詩寫一萬兩銀。 那麼管家追到村口, 製工呢? 就帶著自清自淨兩個在前面走著, 管家就大聲喊, 大師傅呀,別走呀,別走呀, 沿海請大師傅回去, 他說師傅一萬兩銀。 嘿嘿,嘿嘿, 李家子欣呀, 是不是哄我的呀? 想叫我回去用棍來搏呀? 不是,不是,不敢不敢。 我們指引請你馬上回去。 製工就跟著回到黃太和家裡。 那個黃太和呢? 已經站在門口等著, 風恭敬敬地請製工入書房, 吩咐家人勸上香茶。 大家坐下吧, 黃太和就問, 長老, 有件事我想請問長老, 我的事長老怎麼會知道這麼清楚呢? 呵呵呵, 你的事你瞞得過我呀。 從江府大街那位老道士呀, 說得一點都沒有錯呀。 你的相貌, 確是當成個苦命相的。 藤蛇問入口, 本來你就應該餓死街頭的。 天氣人心地好, 十甘不利, 又救了蘇兄。 半夜落大雨在廟裡, 見女色不動心。 韓姑娘盲了, 你也一樣不變心。 故此呢, 藤蛇問就通了, 就變成瘦呆問。 人的相貌呢, 就沒得變的。 人心可以自己收回來的。 有兩句話你要記住。 惡毒黑心腸, 有福無命響。 熱血好心腸, 劫難變吉腸。 心好就命也好, 富貴直到老。 黃太和聽到這麼說, 真是愚夢初醒。 吩咐人馬上 准备一萬兩銀的銀單, 交給濟公, 去遠省銀舖拿銀。 黃太和還問, 長老, 一萬兩銀收橋, 夠不夠呢? 哦, 這樣還差一點點。 哦, 差多少呢? 我還給他了。 哦, 那也不用了。 袁愛, 你有心了。 做善事越多人做越好。 那又不是差多少呢? 那, 明天是吉日, 開工收萬元橋。 黃袁愛, 你就派幾個家人。 抬四塊石頭, 放在橋腳。 我就自然有辦法, 花多一千兩銀回來的。 黃太和聽到這麼說, 就說, 好啊,好啊, 我這裏後花園, 很多石山的, 你喜歡拿哪些就拿哪些去。 不過長老, 這塊石頭怎麼花得一千兩呢? 不如我送幾件古碗玉器給你拿去好了。 不需要, 我就想要沿海, 在花園鋪地下, 四塊大石板就夠了。 上路, 我就更加明白了。 一千兩銀, 你建一間屋也夠了。 四塊石板, 怎麼花得一千兩銀呢? 呵呵呵, 我才有辦法, 不信你明天去看看。 我保證, 兩天之內, 就花得一千兩銀。 黃太和聽到這麼說, 真是派幾個家人, 抬了四塊石板進來, 每塊一尺寬就五尺牆, 就抬到大橋岸邊那裏。 第二天, 萬元橋開工修建, 製工叫拿筆墨來, 大筆一揮, 在四塊石板上面, 每塊寫一句話, 然後呢, 就把四塊石板, 一辣地排在那裏。 製工就吩咐那幾個家人。 喏, 第一塊石板就扯起它, 任人看, 喏, 白宗白宗, 一文錢都不收。 其他三塊石板, 要蓋在地上, 不要讓人看見裏面的字。 你們幾個都站在那裏。 既然有人看完第一塊石板, 要看第二塊石板, 就要二百兩, 你們看一看, 少一個崩也不行。 再要看第三塊石板, 就要收三百兩。 看完第四塊石板, 就要收五百兩, 少一文錢都不行。 那王府四個家人呢? 在那裏守著四塊石板, 今天就開工了嘛。 橋頭自然十分熱鬧, 很多很多人是看修橋的嘛。 看到岸邊擺著四塊石板, 四個家人守著在那裏。 那些人就好奇心了, 跟著過來看。 看到第一塊石板, 上面就寫著七個大字。 不姓高來, 改姓梁。 那些人看的, 個個都覺得奇怪了。 就問看守石頭那些王府家人。 咦? 那石頭寫了什麼? 下面那幾塊是寫了什麼? 看守石頭那些王元外的家人呢? 就說, 我也不知道他寫什麼的。 第一塊石頭, 任看不收銀。 如果想看第二塊, 收二百兩, 看東西的人就笑了出來, 不是看石頭, 看賣石頭那幾個家人。 由早到晚, 看東西的人多, 每個人都出二百兩, 看第二塊而已。 那天, 黃元外四的家人, 黃元外四的家人, 就搜了一日子, 一日子, 整天幾人來笑, 四個人一套火, 就回去報給黃太和聽。 黃元外, 那個和尚找笨, 人家都以為他們發瘋的。 黃太和, 去問財工, 師父, 看就有人看, 沒有人肯出銀兩, 看第二塊石頭。 呵呵呵, 你不用急, 明天就有人來看, 你叫他們幾個, 給你心機看著, 辛苦明天就可以了。 第二天, 黃太和, 那四個家人, 日套火, 焗藥爆炸, 又來看了幾塊石頭。 嘩, 日套又曬, 看東西的人多, 一被他們指手畫腳, 找著笑, 那四個家人, 心中, 就鼓鼓聲, 唉, 這個窮和尚, 想想起來, 看這些死鬼, 這麼爛鬼石頭, 叫人們出二百兩, 看一看, 看誰來看, 拿我們幾個來運, 今天再看, 算帳, 一直到下午, 忽然間有個民生公子, 三十多歲, 頭戴翠藍色的民生巾, 穿著新古藍色的絲綢衣服, 白蜜雲蟹, 人生十分進修, 後面兩個書童, 擔著琴劍書箱, 跟著尾, 那位民生公子, 一看石頭上寫的字, 就問, 你上面寫的字是哪位寫的呢? 那四個看石頭的家人一吐氣, 神仙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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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仙在哪裏呢? 神仙寫的, 反正白蜜不收錢, 神仙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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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太和聽說,王太和就馬上趕來,一邊走一邊想,真是有這麼寬闊的人,二百兩銀看一看也有的。王太和就親自趕到橋邊,吩咐家人將第二塊石板樹植上來,過文生公子一看完第二塊石板寫的字當堂惡言,我想看第三塊石頭寫什麼。 各位,今天不用問了,當然事關重大,這位公子才肯花這麼多銀兩,是不是?昨天,王太和就因為祭公,知道他這副身家的耐力,故只肯出一萬兩銀來花園修橋。今天,這個書生又因為什麼事願,要花幾百兩銀來看一看那幾個字呢?原來呢,第一塊石板寫的, 上面寫著,不姓高來,本姓梁。這位公子呢?他本來姓梁的,現在就改成姓高。他本來是石巷院梁王莊人士, 名字叫做梁興郎。五歲的時候,剛剛宋朝和金兵交戰。 梁興郎的母親就帶著他走難,半路就撞到強盜打劫,母子失散了。 今天五歲大的小弟弟,找不到媽媽呢?就站在路邊哭,有個人走過來問他,小弟弟哭什麼?我媽不見了啊! 哎呀!原來是你啊!我是你舅父啊!哎呀!你不要哭了,不要哭了,乖乖!快點跟我回家吧!哈哈! 哎呀!這個人變成舅父啊!是拐大人口的流亡,讓五歲大的梁興郎,就帶到金泉院那邊去賣了。 因為金泉院那邊比較太平,買賣人口的價錢高嘛。剛剛有一間絲綢店的老闆,高元外,夫妻兩個無依無女。 我流亡這隻大娘兄郎去找高元外。老闆啊!哎呀!這個小弟弟是我外生來的,他父母都被強盜拉走了,我一個男人帶著他,不方便。 故意想找個富貴人家買了他,免得害了個小弟弟啊!那我也不關那個小銀兩謀生了。高元外,你們看對不對啊! 那個高元外呢,就見到梁興郎生的面目端整,聰明伶俐,心中就很喜歡,就帶梁興郎入書房問他。 小弟弟,你叫什麼名字啊?我叫梁興郎。那那個人說是你舅父啊,你認不認得他啊?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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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裏是我舅父啊?我媽不見了,他說帶我去找媽媽而已嘛。是誰教我叫她做舅父的? 我在高元外,你們心中明白了。嗯,這個分明是拐帶人口的壞人。 好,然後我就回來了問那個流亡,喂,喂,喂,你要多少銀兩要賣呢? 哎呀,算了算了,半賣半送,對了,我隨便收回五十兩銀算了。 好,好,就五十兩了。那這樣,你就寫了一張收據給我,寫了那小弟的來歷,父母的性命。 那流亡就怕,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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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懂得寫意的嘛。 這樣啊?而你也不懂得寫,這樣就好了。 那,五十兩銀,現金交易就折本,也就是赢五兩了。 我這裡做生意,錢人過手就收回三成佣金,三五至十五,就收你十五兩銀。 這樣還剩下十兩,你又不懂得寫字,請人代寫的收據就收回八兩銀。 這樣就只剩下二兩銀給你,你要就要,如果你不要,我就抓你去衙門,我供你拐帶之罪。 那個流亡就不敢出聲,碎碎拿了二兩銀就走了。 這個梁興郎呢,人是十分聰明。 正乖,你又聽話,高元外夫妻兩個,就真是當他們自己親生兒,今天是醉袋。 哈哈,又有這麼巧。 高元外夫妻,自從收養了梁興郎,他報頭生意一日好那天,賺了很多錢。 每個人都說這個梁興郎好命啊,一來到高元外就發達了。 高元外就更加歡喜了,就把梁興郎改名叫做高德濟,請先生來教他讀書。 到梁興郎十六歲那年,高元外就幫梁興郎定了門親事,就娶了楊伯曼的女兒。 那個楊伯曼又是大富身家,又是單個女兒的。 那麼又過了幾年,梁興郎的父母就去世了。 楊元外夫妻也相繼去世。 那麼梁興郎一個人就得了兩份身家,就變成了大富翁。 他心中就整天掛念著母親。 有一天,他就對夫人說,我本來是梁王莊人事, 現在我養生父母都已經過世了。 我也算是有份家業。 唉,我總是想找回我的生生母親。 我找他回來報答他養育之恩。 就算我母親已經過世了,我也要把屍骨請回來安葬。 我現在就想出去找母親。 那不是要很多事日。 家中的事就全交娘子來料理。 他夫人娘子十分賢淑之人。 就對丈夫說,官人這份孝心,我怎會阻攔呢? 你一路小心起來。 梁興郎就帶著兩個家人。 帶著大批黃金珍寶。 扮作遊學書生。 就翻回石旁院梁王莊去找母親。 一路上逢山燒香,如廟拜神。 求神拜佛,無佑,無子相見。 今天你剛剛來到石航院萬元橋。 見那個石塊裡面寫著, 不姓高來,本姓梁。 梁興郎一看就想, 我就是本來姓梁, 後來改名叫高德計。 這句話是不是寫我呢? 故此,梁興郎要看第二塊石頭。 看第二塊石頭要二百兩銀。 他大富身價,現在身上也帶著千兩黃金。 想著只要找到母親, 就算花一千兩黃金也無所謂。 故此就拿出四兩黃金, 折價二百兩白銀。 要看第二塊石頭上面怎麼寫的。 第二塊石頭上面寫著, 扮作書生找親娘。 梁興郎就更加惡然。 哎呀,分明是寫我。 我現在是扮作書生找我母親。 他說要看第三塊石頭。 王府的家人就說, 第三塊石頭要三百兩銀才可以看。 梁興郎就心急要知道夏文。 立刻又拿六兩黃金, 折價三百兩白銀。 他看第三塊石頭, 啊! 這裡寫得更加明白。 石頭上面寫著, 《興郎要找生身母》。 梁興郎看見這樣更加心急了。 立刻要看第四塊石頭上面怎麼寫的。 哦!看第四塊, 要五百兩銀。 那麼梁興郎, 立刻就找到母親。 如果第四塊石頭上面寫得清楚, 不是說五百兩銀, 一千兩銀他都看。 那麼梁興郎, 梁興郎立刻吩咐書筒, 又拿十兩黃金出來, 換五百兩百銀。 但王太和的家人呢, 就樹起第四塊石頭, 以見上面寫著, 去到臨安問法王。 梁興郎一看, 去到臨安問法王。 哎呀, 他當堂心都失敗。 他以為花一千兩銀就知道母親下落了。 誰知道第四塊石頭, 去到臨安問法王。 法就是扮法的法, 王就是帝王的王。 那麼誰知道這個法王是什麼來的? 到底是人命啊? 還是地命呢? 臨安那麼大, 去哪裏找法王呢? 梁興郎, 整個木曬站在那裡。 這位孝子, 找不找到臨安法王呢? 欲知後師如何, 且待下回分界了。 豈出學薬梅嘅。